嗨,我们英语书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记得TonicChain呢 很高兴为我们访问到我们网路红人 我们的大乃书 大乃书好 你好,老师好 哇,你好 大乃书的话本身住在哪里? 我住在台北 哦,住台北啦 那这次呢,很谢谢你从台北 特别到台中呢 直播室来参加TonicChain主持的 台湾娃娃桶这个节目 谢谢你 谢谢 那么告诉我们的英语书报的观众朋友 您呢,这个 扮装的大概有多少时间呢? 大概三年半,快四年的时间 哦,大概快四年时间 那四年前是什么样的典故? 你会喜欢扮装呢? 典故,就是那时候生活有点无趣 然后想要给自己一点不一样的 对,不一样的生活 然后就开始 做一些不 就是很久以前就想要做的事情 这样子 对啊 对啊,对啊 那我们知道一个男生,对不对? 大乃书本身还蛮高的 有多高? 一百八十四公分 一百八十四公分 哦,他的这个体态呢 非常的美 那你觉得我们跟男生要来伴女生 觉得他最困难的地方会在哪里? 最困难的地方啊 嗯 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 在于 胆量的突破吧 胆量的突破 胆量的突破 对啊 哦 对,怎么样突破 就是 世人给予你 给予自己那种异样的眼光 其实这个很不简单 这蛮难的 是啊 而且大乃书呢 其实 他有时候呢 女装打扮 而且是这种性感女装打扮 对不对? 然后呢 到呢 我们路上去走 那有时候呢 会遇到民众 打电话 给警察来关切 能不能利用我们今天这个新闻的这个采访 是 告诉民众 告诉警察们 好不好? 这个你希望告诉他们什么事? 就是 其实我只是一个 把自己的这样打扮当作是一种表演艺术 那我就希望就是民众看到的话 也不用太过于大惊小怪 因为我在 即使但是这样穿 并没有 并没有违反 中华民国任何一条法律 那所以其实看到我并不用去 太过的 做一些太过 太过 呃 太过反应 对 太过的反应 对 那也不用去再劳烦警察跑来 这样子 对啊 那如果真的看到 不喜欢的话就可以 越过不要看 对 那喜欢的话就可以 给我一点加油 这样子 是 对 我们知道一位网路红人 说真的 他呢 之所以会红 一定是有两极化了 就是一定有支持的 然后有反对的 以目前大乃书里的情况 是 平均的话是支持的多 还是反对的多呢 我觉得反对的还是占多数啦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反对 最起码也要给我们一些尊重 对因为我是觉得 不能因为你反对那就开始做一些霸凌啊 攻击的一些行为 对啊 对那我就觉得 对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支持嘛 也有每个人的生活圈 对那就是给别人一种尊重 毕竟我这样打扮 并没有去影响 其他的任何人 了解哦 所以我们英语新闻的观众朋友 哇 大乃书跟来那一番话 真的是给我们很多的学习跟教育 最少Tony H. 老师支持大乃书 谢谢 我要投一票支持了一票 好 再次谢谢收看今天 我们Tony H. 的英语新闻报 下次见哦 拜拜 拜拜